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面对来势汹汹的主场选手 中国勇士斗志昂扬 谁将获得晋级资格 入围武林峰全球功夫盛典 武林峰走进德国汉堡 河南卫视正在播出 三国故地演绎三国战绩 锦绣蜀都狂飙武林峰起 一龙方便领衔出征 武林峰五虎上架 仗下听命 世界功夫王者 见证最终归属 WLF 世界金腰带 究竟花落谁家 金铜江通菜 炸药杨卓 铁拳徐吉斧 子弹古拉宾 四位战士中的终极决战 7月4日 河南电视台八号演播厅 武林峰现场直播 谁才是真正的王者 咨询热线 0371-6011-11111 炸药杨卓 小学生 武林峰 实际上 大人 炸药杨卓 巨大 人 炸药杨卓 是 明镑 空 大人 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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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场比赛的胜利者也是这样 我们下面进行四元战半决赛的第一场 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蓝方 来自顺远伯金 有请杨卓 中方选手杨卓 也是一位老战 我们希望能够参加一位领导赛的领导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希望能够参加一位领导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希望能够参加一位领导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武林峰五虎上架 仗下听命 世界功夫王者 见证最终归属 WLF 世界金腰带 究竟花落谁架 金铜江通菜 炸药杨卓 铁拳徐吉斧 子弹古拉宾 四位战士中的终极决战 7月4日 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听 武林峰现场直播 谁才是真正的王者 咨询热线 0371-60111111 三国故地 演绎三国战绩 锦绣蜀都 狂飙武林峰起 一龙 方便 领衔出征 武林峰五虎上架 仗下听命 世界功夫王者 见证最终归属 WLF 世界金腰带 究竟花落谁架 金铜江通菜 炸药杨卓 铁拳徐吉斧 子弹古拉宾 四位战士中的终极决战 7月4日 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听 武林峰现场直播 谁才是真正的王者 咨询热线 0371-60111111 武林峰训练营全国选拔正式启动 如全新真诚 命令开启 我们武林峰四人站的这个 这个规则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武林峰环球全国之八赛 走进德国的比赛 我们现在在德国汉堡 为您带来的是男子67公斤级的这个四人站的这个比赛 现在从擂台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穿着白色为主的短裤的呢 是来自中国的杨卓 而穿着红色为主的短裤的是来自德国的这个毛瑞斯油纳 杨卓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应该很熟悉的是WF的这个世界级的金腰带 而他的对手呢是2015年WKU的欧洲冠军 目前23岁也是一个非常新正在鼎盛之际的一位这样的选手 杨卓呢是我们这种实际擅长打进攻 而且打法非常的这个老道 整个的这个打击节奏或者战术呢 会根据场上变化而变化 就因为这些呢杨卓也打败了不少的高手 我们可以看下劈腿节奏很慢 突然把节奏拉起来 然后开始进行两侧的鸡肋 可以说杨卓在目前我们这个武林峰的擂台上呢 是为数不多的这种打法 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位选手 杨卓在提西防守的时候 被对方这种失大历程的低扫腿啊 直接踢了一个裂去 在这个前后低扫很经典 杨卓的接腿往后一蹬的这个肌腹也很经典 双方的技法呢都是非常成熟 打法对轰呢也是非常漂亮 这可以说是在今天这个德国战的比赛里呢 是非常漂亮的一场比赛啊 双方的这个打法都很具观赏性 对方的全手平高平高接后手直拳 和自己这个身高 相对自己身高高的选手要打 要挤进去打打有效挤进去 双方从这个身高上来看呢 杨卓要比对方低一点 在我们资料看也是第一次充分 德方选手他们平时的一个训练啊 前一段时间我在他们俱乐部里 看他们训练啊 他们这个全和腿结合 杨卓的下劈腿呢 是运用比较多的一个 这个非常规的腿法类型 连接的都是有过成功 但绝大多数的时候呢 是拿这个做虚晃 或者控制距离 或者保持体能的一种战术 因为我们中方运动员呢 在平时的训练的阳卓最突出的特色呢 就是他这个非常 落点非常多变的这种拳法 他很多时候会这个 眼睛盯着你的上面 看着你的手臂 然后让你以为我要进攻 你的头部的时候去积累 也有两次 还有腿 而他的这个对手呢 也因为是这个新任冠军啊 是现在德国的一个组织 WKO的这个欧洲冠军 所以这位选手 也正处在这个顶胜之时 所以双方打了这个比赛的 电光伙食的感觉非常好 是手相应的 是首项的 最后其实这借钱 知道呢 所以休门完比赛的时候 突rt 没有 feh 我们回家 学校 第二回合 我们相信第一回合双方经过这个试探以后呢 都对对方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上来就是一个 非常漂亮 看来对方发现了杨卓这个喜欢把探身往前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特点 当然杨卓因为身材比对方低 往前钻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这种方法 那对方的这种顶膝呢 就在杨卓往前钻的时候呢 就会很好给出来 漂亮 杨卓的后腿的这种顶膝 你要用你的战术把对方的战术给打乱 前后前后比扫 漂亮 对 对 纸上打下这个生风机器是杨卓这个拳法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方在杨卓这个第一位摇闪自己拳法的同时直接冲袭就上去了 非常不错 而且也是有备而来的一位选手 我们都知道杨卓其实在我们这个WF的擂台上已经碰见了不少的抢手和硬材 这位选手很擅长打内战 外战也打得非常出色 可以说在目前为止呢 是最接近于完全体的选手之一 双肥 好 杨卓很擅长这种前手击上面下后手击肌肌肌肌肤或者是前手的平钩肌肌肤在肌头 非常这个成熟的这种踢拳体系 听说杨卓并不是那种典型的那种欧式泰拳的这种体系 我觉得他倒更像这个拳击和自己的这个泰拳联合起来的这种自己演绎出来的一种新的方式 对方两次手从外侧吸引杨卓两个手防御往外打开直接用吸顶了杨卓 好 又一次对方的这个吸法是屡剑齐功啊 注意中段的飞吸 后手上钩 杨卓现在开始出上钩了 因为在这个两侧肌肋对方已经 又想出吸 两侧肌肋以后呢 对方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把这个上身往下压 那这样的话两侧肌肋就会变得难 而因为两两类两肘下压以后呢 把中间的这个空间留出来呢 杨卓的上钩拳就有所作为了 杨卓的上钩拳就有所作为了 谁能够抓到这个分开的这一击就是最有效的 双方在胶着的时候呢 其实互拼拳 在两个人都把最后一次进攻打完了时候 谁再能把这个防守和进攻的节奏转换过来 谁就能掌握这个主动 刚才对方又一次飞吸 在这一步 好 进入最后一个回合 好 进入最后一个回合 好 进入最后一个回合 双方在第一回合呢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个半斤八两的局势 而第二回合对方的顶膝啊 破制压制了杨卓不少的进攻 杨卓刚才一个正灯 马上接下劈腿 第三回合杨卓如果要保证这次比赛的胜利呢 一定要加强自己的有效打击 现在全场的观众的这个热情也被点燃了 杨卓也找到了对方这个飞吸的这个应对方式 对方用吸的时候自己用正灯腿 这样的话距离比对方长 可以遏制对方进攻 但是一直被对方压在这个边角和绳圈上打 这个在这个控制节奏上呢 还是在裁判印象上都会有不利 对方现在这个战术也很明显了 就是用手用拳法打开杨卓的防御 让杨卓这个手没有那么的紧凑的 同时呢马上用吸法进攻击 对方是这个新任的冠军 所以吸法的演义上也是非常不错 我们看杨卓的这个拳腿 杨卓这个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尴尬 如果打中距离呢对方的拳呢 比自己差的不多 如果打近距离呢对方的这个顶膝 或者是这种内围自己的本力 又相对对手来说稍微弱一点 所以现在打的话 杨卓只能用自己这个比较灵活的这种身法 和这种拳法的这种补击 来继续给对方进行有效 对就是这样 看好对方的防御开始进行打击 因为我们都知道杨卓不是那种 就是一发力就马上打中拳的这种选手 他是会用这个各种拳法去诱骗对手 降下防御或者升级防御再去打击 这种在专业什么叫双方的机械性进攻 机械性进攻呢就是没有意思的拳和腿的 我们可以看现在双方的这个有效打击数 慢慢的下降了可能体能也慢慢的下降了 对方的这种双跳的这种飞吸啊 这个相对于直接登地的飞吸来说双跳的飞吸 这个向上的力量更足 踢了杨卓的这个 踢了杨卓的这个大腿啊 直接杨卓的这个腿被神经麻痹了被踢麻了以后呢 这就是我们所一直要说的这种下段砍腿的累积性伤害 在这个时候对方的这个累积性伤害 终于达到了一定的量变 达到了质变的时候呢 就对杨卓一较大的这个伤害了 当然我们也非常欣赏杨卓这种一直能拼打 一直在整个比赛中一直在跟对方对抗 这样的一个像勇士一样的这种战术特色 我们无论比赛结果如何 我们都很感谢两位 今天给我们带来一场正常的比赛 不吝点一点地 在这位赛斯特色是我们第二次的连同 讲一下 我们是第一次是我们的电话 那没有连同的第二次 我们是先来gers祥军 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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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的四十二位 武力波 環球全王章馬賽 德國戰67公斤比四人 在半決賽第一場獲勝方是 范瑋斯 隆納 他的高級頂到我幾次下巴 給我造成了一定的打擊 而且對手的掃腿很有力量 把我的腿踢中了 我感覺這個對手實力很好 然後有很多值得我學習的地方 我回去會仔細地學習他的 仔細研究他 我相信如果再跟他打一次的話 我一定會 一定會贏他 三國故地演繹三國戰績 錦繡蜀都狂飆武林峰起 伊隆 方便 領銜出征 武林峰五虎上架 仗下聽命 6月21日 成都GIC綠地中央廣場 戰鼓雷響 世界功夫王者 見證最終虧數 WLF 世界金腰帶究竟花落誰架 金銅 江通菜 炸藥 楊卓 鐵拳 徐吉斧 子彈 古拉斌 四位戰士中的終極決戰 7月4日 河南電視台8號演播廳 武林峰現場直播 誰 才是真正的王者 資訊熱線03716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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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林峰環球拳王爭霸賽 德國戰 下面即將登場的是 六十七公斤級 凱文對游里 精彩繼續 武林峰環球拳王爭霸賽 走進德國漢堡的比賽 下面我們將進行 武林峰環球拳王爭霸賽 六十七公斤級 四人戰半決賽的第二場 我們請本場比賽的藍方 來自德國 游里 馬卡羅夫 富翁 冠軍 屬林峰中 歷史選手 他從中央 老闆 从中央 從中央 给大家 武林峰 住俱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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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